在2024年新春之际 我们房颜晨语栏目 祝大家龙年吉祥 好运连连 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 欢迎收看房颜晨语栏目 我是主持人Sara 掌握房产卖动 近在房颜晨语 大家好 我是宇成 宇成啊 多说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2024年开始呢 是各行各业都期盼着 能有开个好头啊 那房地产市场呢 也不例外 那刚刚啊 大温地产局也公布了 1月份最新的销售数据 能不能给大家说说 这个开头开的怎么样呢 这1月份的房地产市场啊 总结起来呢 就是两个字 叫变天 首先呢 就变的是销量哈 这个1月份 大温地产局总共是卖掉了 1427套房子 比去年1月份的 1030套啊 猛增了38.5% 哦 那比去年12月份 我们说12月份比较低嘛 那1345套呢 也增加了 6.1% 哦 那比去年同期 多卖了将近400套房子啊 这个力度可真的是不小 感觉过去这一年销量 每个月都在往下走 根本是卖不动的节奏 其实不仅仅呢 是你感觉到意外 连大温地产局这个经济和数据分析主管 安德里斯他也很意外 他说去年12月的市场是相当的冷淡的 仅仅过了这个一个月 没想到这个销售数据就变得这么的强劲 现在的问题呢 还是这个供给啊 远远跟不上需求 嗯 那按照这个趋势 是不是买家和卖家的心态呢 也会慢慢又变了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二个子变 买家和卖家地位就在转换 今年一月呢 这个大温地区房屋的整体的售货比呢 是到了17.2% 那其中公寓是19.9% 城市屋呢是22.9% 我们一直都说嘛 12是买方 那么高于20是卖家是吧 那12到20之间就是个平衡市场 这就不难看出好 这个公寓和城市屋已经 往向了卖家市场了 那也就是说 对于公寓和城市屋的屋主来说 接下来卖房是会更有底气了 买家想讨价还钱的空间呢 也就更小了 不要说没有讨价空间 现在呢你出去看了 又是multipola 又需要请假了 那只有独立屋的关售比呢 还是维持在一个 11.9% 差不多低于12% 那还倾向于买家 所以其实现在买家买独立屋 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怪不得一开始你说变天了 能和2023年相比呢 现在的形势真的是完全反过来了 那市场越来越导向卖家 房价是不是也有上涨的这种压力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月份的这个房价 大湾地区包括所有房型在内的中和的基准价位是1161300 和去年1月份相比是上涨了4.2%的 那和上个月12月相比呢 就是微跌了0.6% 那根据最新挂售比来看的这个微跌 应该就是最后的疯狂了 这房价接下来很快就会迎来一个怪点 那我看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啊 就是房价什么时候能到谷底啊 毕竟在房价的最低点买房呢是最划算的 那对最新的数据来看呢 这个谷底可真的是已经到了 我们看1月份还有一条非常热门的一个消息 说是多伦多有一套双拼屋 收到了85个offer 连当地的地产经济都惊呼从来没有这么多人 疯抢一套房子市场真的是火得不行了 这个消息我也注意到了 这个房子呢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 那它采取了就是一个低开的这个策略 房子市场价呢大概90多万 它交价呢只有74.9万 最后成交呢高达了99.9万 所以呢才会有这么多人下方 不过这也说明市场上其实真的不缺买家 就是因为利率太高 房价也在一个高位 所以呢很多的买家都在等待观望 要遇到合适的机会呢 就会睁着下手 感觉就像闸口前面的大洪水 一旦这个闸口放开就会飞流直下 三千尺一泄千里啊 对了那你们一直也是在市场的第一线 根据你们的观察呢 大部分的房地产市场是不是已经火起来了呢 根据我们在这个一线的感觉 从1月份的第二周开始 市场就变得非常的活跃 那到了第二月份就现在目前的这个第一个星期的市场 不仅是活跃这么简单了 就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叫诡异哈 就是刚开始我们还感觉到 这个刚需客越来越多出手 但是慢慢呢 其实高端的买家也开始行动起来 包括嘛 我们最近就去下一套580万的公寓啊 就想着这么高端的这个公寓 应该就是寥寥无几嘛 结果没想到还去抢了 我们还没抢着 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有一个房子挂在那里 其实有三个月都几乎没人看嘛 因为是年底嘛 结果呢 突然间一下子来了三个offer 哦 真的是啊 非常的让人吃惊 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这种大起大落 太刺激了 怪不得你会用诡异两个字来形容 那看来2024年开年呢 大湾房地产的第一把火 已经是烧起来了 那接下来会不会保持这个走势 甚至是越烧越旺呢 在看市场的这个走势 这关键不就三点嘛 供给了需求了和利率 那供给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BC省又允许一个房子多变 交通枢纽啊 盖高楼啊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需要一个时间去完成的 所以这短期内最重要的呢 还是供不应求的 对吧 那今年加拿大呢 又迎来了这么多的这个新移民啊 48.5的新移民 需求也会越来越旺 这个你就不用不容多说了嘛 这还是供需不足啊 然后就是看利率 利率的话呢 就是关键利率 我们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但问题就是现在央行不就说了嘛 暂时不加息嘛 对 所以给了很多买家的信息 是是是 而且是在应该是下半年以后才考虑到降息 是吧 我看1月24号 加拿大央行刚刚宣布不加息 已经是央行连续第四次宣布不加息 这个消息了 对 所以现在问题呢 也就不是什么加息啊 降息这些问题了 就是降息肯定是保安钉钉了 可就是看等待它什么时候降了 那如果利率能降下来 越供的压力降下来 市场真的是可以说是彻底会活起来的 这么来看呢 今年的房价是不是还要涨 对 最近呢就是有着 比如刚需的啦 或者就是有一些是很有实力的买家了 其实之前很有实力的买家 他们根本都不用带购 就一次性父亲 无所谓利息 这个利息高不高 对它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对 那这个达文地产局其实也做了一个权威的预测 那个安德里斯说呢 预计到今年年底 达文的房价将会涨2%到3% 我觉得可能都不止 你知道吗 他还补充说看到1月份这个销售税这么的强劲 那这个预测呢 我觉得是非常保守了 其实如果你是作为买家的话 我会建议你要赶紧去找 性价比好的房子赶紧入手 卖家也其实可以在这个时候开始出手了 对吧 开始放盘了 因为现在的市场开始活起来了 是的 感谢雨晨 不仅给我们详细分析了1月份的市场数据 还是对2024年全年的市场走势呢 进行了展望 相信会给我们观众前的朋友们呢 有更多的启发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